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 卫明与分析师老师好 千涵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最近太阳能族群的震荡 是蛮剧烈的 那绿电是不是感觉 选风电会比较稳定一点的老师 我想在最近这个波段 毕竟不管是说像太阳能 或者是说像风力发电的一个部分 股价都是几乎乎形成 这个波段整个一个盘面当中 主流当中的主流 那相对我想以再近期 就是说针对太阳能的一个部分 等于说毕竟它就说 它短线上这个涨升的一个弧度 不管是说像这个3691 像硕核的部分 这个波段从这个8月份以来 已经足足涨了一个40几%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624 像茂底的一个部分 这个涨的弧度更惊人 一涨都已经逼近到 快接近涨了两倍之多 那相对就是说 短线上涨多的一些个股 我们也不建议各位 在这个阶段点 你来做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动作 那你要操作OK 就是说针对 包括像太阳能族行个股 你都在这个高档震荡这个当下 你就是说把这个个股 它的一个压力支撑 你找出来 你去形成一个叫区间的一个 短波段的一个操作就OK 针对太阳能部分 那毕竟我们在讲这个像风力发电的一个部分 我想就是说以从近期 包括这个蔡英文总统第二任上任以来 我想针对不管是说这个绿能的一个部分 它是这个主要是这个非核加盐的这个政策 那当然的话不管是说后续 我想从近期一些不管是太阳能族行个股 或者是说风力发电的一些个股 从他们7月份营收8月份营收 都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发性成长 这个正能年增力 像这个9958像是世纪钢的部分 它的一个7月份8月份营收的年增都高达 几倍两倍三倍的一个年度的一个成长 我想就是说整个一个这些产业的一些相关个股 我想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做在股票市场的操作档 就是说希望各位你要跟着政策走 那既然政策就是说针对整个一个绿能的一个部分 不断不断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加码 那重点说我想这个就与实际上这些供应链的一个厂商档 后续我想到从今年开始一路延续到2025年 我想就是说建制完成之前 他们这些相关国内供应链厂商毕竟 整个一个就是说以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来看 都是形成一个不断不断往上做一个爆发性成长的一个产业 那当然我们去买股票我们除了要配合这个政策以外 当然买你就要买这种产业趋势往上的这些相关个股 那相对我想以在就是我们在台湾在近期不断不断在发展 这个风力发电的一个部分 他也是都是针对国外已经一些比较先进国家 引进他们的技术 然后再配合这个国内的一个供应链厂商来做到 他们整个的一个运作 那重点是我想以现阶段这个台股台股的部分 目前一路都在处在高档震荡盘 那高档震荡盘既然就是说现阶段绿能的一个部分 不管太阳能不管风力发电 都是整个盘面当中的一些主流个股 那当然我们要买就买这种所谓的叫强势多头的这个主流 那什么叫多头就是说不管是说就有技术现行来看 月经线他已经站上月线 然后趋势是往上这些个股 你要就是买这种形态这种强多的一些个股 那重点是说如果说短线已经涨多了标的 我们也不建议各位去做追高 那你就静待它拉回来做到它找回测的一个买点就OK 那么就列举包括像这个太阳能的部分像塑和 我想塑和在近期从8月份一路涨已经涨了 大概40几%相对于就是说 短线上它也产生这个波段的高档震荣 那我们高档震荣生我们建议各位先卖一趟 大概拉回到147块钱互进手撑 再做一个重新回接 那另外包括像6244像茂迪 我想在近期已经涨了足足快接近两倍 那近期它也产生这个卖讯 那等于卖讯产生 虽然目前股价还高一点点 那重点我们还是建议各位不要再做追高 相对来讲 有回测到这个120块钱这个互进 你再做一个 就是说拉回了一个后续 你再做一个重新回接的动作就是OK 那另外包括 我真的就像风力发电 像这个3708的一个上尾的部分 我想短线上一样毕竟也是涨多 那涨多你就近代回测 回测147在做买 然后这个四季缸的部分是回测到 回测到120块钱 你再做一样重新回接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有关的部分 我想有关到今天已经产生这一个波段 那已经经过长期的一个平台整理 今天短多买讯做一个产生 你都可以来做个琢磨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中心店的部分 今天已经拉到涨停 我想拉到涨停就是说后续 新波的一个工型 又即将做一个展开 各位你都可以来留意 盘中压回的一个买进 那华城的部分我想在今天一样产生 这个波段短多买点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连接器 像信邦的一个部分 这个波段涨多之后先做修正 那修正我想再进行 这个回测的一个买点讯号也即将做一个产生 各位在近期这一两天 你都可以来密切留意 它的这个波段新波展开的这个买点 那我老师我们在今天有特别帮哥去准备一档 这档标的我想是市场 没有去留意到的一档 风力相关的这档个股 那这档标的我想 买点讯号即将做一个产生 尤其说这档标的也是针对它的转机 转投资已经转机成功的一档个股 全市场都没有去留意到 那我们就当做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提供给各位的这个小礼物 那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加入我们这个Telegram 直接来做这档锁定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以后你加入老师的Telegram 财经姐的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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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